我们刚才带大家翻开台湾的跨年活动史 史于谁呢 史于前台北市长陈水扁先生 那陈水扁先生这一跨年活动一半不得了 那个细精度实在太高 媒体报道度也非常之高 各县市起而效尤 起而效尤的情况之下 现在目标都放在什么 放在比较有钱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所谓的六都 明年2014选举当中呢 桃园也升格 所以是所谓的第六都 那么在今年呢 这个选举前一场很重要的大活动的 承办过程当中 大家怎么做呢 我们请任俊带我们来看 这个钱一定要花了 不管做了叫做耶诞的活动 还是叫做跨年活动 因为基本上 现在好像挂钩连在一起了 所以像新北市才会一半四十五天 一路到底 从这个耶诞之前到跨完年之后 所以你来看看说 我们刚刚看到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 以及台南市 都是重要的大都会区 这些钱到底该不该花 特别是台南很special 以前不办 今年呢 没有找厂商赞助 直接官方出资八百万元 很有价值 当然如果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必须讲就是说 它有很多的 必须要考量的这样一个面向 那如果以这样子 六都的这个方式回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活动 它在总经费跟 总经费的支出上面 会有一个所谓的官方出资 跟一个所谓跟民间企业合作 由民间企业来出 那当然这个比例上面 我们会比较认为说 如果民间出资的比例是比较大的 对于整个的裁员 就政府裁员的部分 当然会有一些的帮助 也就是说 活动不是不能够办 而是我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去整合 我能够现有的资源 那这里面刚才会跟 这个整个县府自己的募款的能力 或者是你执政的这个县市 长自己的所谓的募款能力 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会看到 比如说包含像新北市 台北市 台中跟高雄的部分 在整个总经费来看 你会看到官方出资 几乎都是不到一半的 大概只有占三成到四成左右 那比较特别像台南市 那这个部分 其实会引起很多人讨论 就是说 如果我都没有厂商的赞助 我就直接由 单独由台南市政府 自己来独立办的时候 那对于你现有的这个预算上面 大家当然会去讨论说 那我800万 如果换算成多少 比如说换算成只会营养午餐 或者是换算成其他的时候 我去帮助什么偏远地区的乡民 或者是包含帮助弱势的那个部分 我是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比例 能够回到去义住他们 那所以我们会比较认为 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稍微更正一下 刚刚的那个数据 如果按照政府采购公报网的话 在去年整个台湾的县市里面 在跨年烟火的这一块 花的是1.68亿 这个1.68亿里面 你会看得到 其实在去年同样的这个时间 大家也都在讨论说 在负债那么严重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要花1.68亿 来办那样的一个跨年的活动 但是隔了一年之后 我们还是看到很多的县市政府 同样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的一个讨论下来 我们还是会回到 尤其您刚刚特别提到了 明年因为是选举年 感觉上今年好像很多的县市 乡镇全部都进来办了 那这样办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得到的是 我必须要讲是 政府的裁员就是这么大一块 也就是说我如果有100亿 我就是100亿的总预算 我1000亿就是1000亿的总预算 不管我怎么样的分配 你的额度就是这么多 所以当我的县市首长 我自己当然如果就行政院的立场 行政院都会讲说 我是尊重各县市政府 我是尊重这个地方 执政者的这个权利 你要怎么分配就去做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 多数的县市 似乎都把跨年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放烟火的这件事情 成为它的政绩彰显的 一个重要的角色 只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下来 我们也会看到 每一次的很多活动之后 我相信到下个月的时候 大家又要来开 下个礼拜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开始检讨说 为什么又是满地的垃圾 为什么又是什么样的状况 交通阻塞 或者造成什么 很多的民众不满 我必须要讲的是 快乐是一时的 可是这样的东西 对于执政县市首长 他自己主办的单位 真的能够提升 他的执政满意度吗 我老实讲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台湾的民众 并没有肤浅到 这样子的认为说 好 我因为来参加了 你的跨年活动 我因为看到了 某某大牌的明星 或者是歌星 我就觉得我生活 变得非常满足 或变得非常非常幸福 因为幸福跟满足 不会是一夜精神的 不会你如果一夜 一夜就那么开心的话 那其实台湾 我觉得每个人 天天都很开心 因为就像刚刚委员讲的 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活动 有花火节 有烟火节 各个地方都在办 那样状况 我们真的生活 比以前觉得更幸福吗 好 似乎是并没有 我们谢谢任俊的分析 所以说全台湾各县市 这边我们看到都有在办 那么这是各县市政府 官方的一个预算活动 我们刚说到最多的 叫做新竹县马 但是我们刚刚带您看看 那最受阻目的几个直辖市呢 哇 这个台北市 还有这个新北市 到台中市到高雄市呢 都是破千万元 但是他会告诉你呢 我其中呢 我自无自 官方出资也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因为很多钱 我们找到的赞助 今年说最厉害叫做台南 也办了 那个赖清德市长 大家不管叫赖神 赖什么好了 重点是呢 对他的另眼相看 这个时候也不能不落俗气 也得跟大家一起 玩起跨年的活动 而且他找不找赞助厂商吗 还是找不到赞助厂商 不晓得 但八百万也还是花了出去 所以请教委员 动不动都是破千万 这个官方出资 不过是三到四成 这个可以接受吗 刚刚点到很多国际的做法呢 根本就是通通是 纯粹商业活动吧 我纯粹让呢 在地的企业你来完全的赞助吧 那我这个舞台就交给你 但是也代表我高雄市做了 也代表我什么室友做了 为什么大家还做不到这样 我觉得今天之所以被诟病的最大的理由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出一策 每一年都是搞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其实太多了 然后太多年了 一直累积这样 民众其实也觉得很烦 就是你能不能搞一些新的创意出来 同样是要花钱 为什么是只能放烟火 对不对 那这个花钱还是一回事 你怎么样让这个钱 会在刀口上是很关键的 尤其是公务预算 公务预算带有几个功能 不是说你政府编了 你政府透过什么采购法 什么程序OK 然后就没有问题 它问题出在说 如果这个钱 政府的公务预算 你没有公共的利益 不是为公共的利益来做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希望这个预算 有重分配的效果 你这样才能够真正 回到民众的身上 同样比如说我同样都有 100亿的钱 我拿来办活动 可能是少数 比较 之类的人 他获得比较多 可是大多数的民众 可能没有获得那么多 那这样的话 那我是要把这100亿 拿来发成消费券 是不是会比较好 对不对 大家都获利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是说不能花公务预算 来办活动 但是这一种活动 它如果说 它的公益性 没那么高的时候 你应该尽量找民间参与 用很多的诱因 增加民间参与的部分 然后再把那个利益 回馈到商业机制上面 回到民间去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至于烟火型这种活动 跨年的活动 我是觉得台湾应该是搞出一个 国际能见度最高的就好了 对 比如说我们的101烟火 我记得一开始 他开始放烟火的时候 我也曾经两年 带我的小孩子去看 在现场看 在现场看 就要看跨年 气氛真的很好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 被大家诟病了 就是说 为什么最后倒数出来 上面打的是Sony 曾经被骂过 就是说 不是台湾 或者之类 因为它是赞助厂商 对 因为它是赞助厂商 所以我意思是说 像这一种 就是说 你政府 因为它会在国际媒体上曝光 全世界几大跨年的烟火秀 纽约 雪梨 伦敦 上海 这些它会在CNN 电视台上面播出的 那台北你就要争取这个 所以这时候政府可以拿一些钱来赞助 比如说我希望你打出来的时候 就会打台湾或台北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我政府就是出这样的钱 其他民间来处理 没错 那全台湾只要维持这个传统 我觉得把它变成一个亮点 那其他县市至于你要办什么跨年活动 我觉得可以很多元 然后多让民间来思考 政府花越少的钱越好 其实跨年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有去参加跨年纪念的人 各位都知道 跨年那一刻最好的幸福感是什么 旁边站着你最想站的人 然后不管你是家人 情人 爱人 就在那个时刻 然后跨年的活动 只是提供一个场合给你 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 一个环境给你 重要的是要你跟对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是 要去promote 要去塑造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跟氛围给民众说 我们是这样来跨年 那至于说烟火的活动 我们是把它想办法塑造台湾的能见度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把钱花在岛口上 所以钱花在岛口上其实不难 我们这样委员这一说其实很重要 那么很多刚讲所谓的设计金公寓 所以应该花在什么地方 越多人需要或是真的需要的人 他应该用在他身上 这才比较重要 就刚好前几天的报纸 他提出说有一个校长协会的理事长说 很多学校没有钱修小便斗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今天真的有一位校长 国小的校长 他在几个月前就跟我反映这个事情 他说我找不到预算修学校的厕所 厕所已经很久没有修了 很臭 所以我去找了教育部 总算今天教育部给他80万元 能够去修这个小学的厕所 所以你看如果这一些钱 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 其实我非常有同感 就是这一些钱如果公寓算 我们是花在这样子的岛口上的时候 我相信人民应该都会认同 那才叫真正的幸福感 刚委员点到说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其实我们在今天这里也做了很多整理 不少学校的新生 其实这几天也出去出现在媒体上头 因为实在看到一个跨年活动 从耶旦节一路完 那现在要花这么多钱 那到底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才对 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就说 耶旦跟跨年活动以后 采取限时轮流办理吧 可以把省下来的经费 抑注到教育 因为太多学校 连刚刚文讲的厕所 小便斗都没有办法修 凑了几年 那该怎么办 那现在找到教育部 拿到了80万元 终于可以修了 好了 学生连上厕所都很客难 这对吗 油电的价格的上涨 其实也恶化了教育经费的赤字 因为呢 大家每个月要交的水电费都增加 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压力 南楼县的教育部 这个时候也说话了 我们刚刚看南楼县 今年看到只有那50万元来办活动 不知道办在哪个地方 但是南楼县的金额不是太高 但是他说到 因为一年预算10亿 一场晚会就可以烧掉 他们两个月的预算 请一人花了上百万元 这可是可以帮学校来修补 破损的跑道哟 所以看到县市很有钱去烧钱 其实南楼县教育处说 他们觉得很心酸 南楼县也不够有钱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呢 再来看看校长协会 这边又说话了 这几年电价瓦斯费 油价都上涨 物价万物接掌 政府不应该把花大钱 真先来举办 所谓耶诞跟跨年的活动 五都市台湾城市的领航者 更应该避免资源浪费 他们说把新费优先 用于下一代的教育费 是不是更加值得呢 所以耶诞节烧掉 至少1.5亿元 这是包括民间的赞助费用 我们帮你算一下 偏乡小学 可以让他们用掉 15年整年度的一个经费 而这个部分到底 大家要怎么看待它呢 行政院怎么说 行政院告诉大家 尊重各县市政府 在预算上的使用 免得这些校长们的心声 也希望各县市政府 你们能够看到跟听到 我们行政院也只能说 这样的话而已 我们再回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